好 大家看看 大家也是非常期待 这是Jolene 她上一张唱片发到现在两年多了 最近是在微博上PO了一张 在录音室里头工作的侧拍照 歌蜜以为今年有望可以听到新专辑了吗 现在谜底揭晓 其实是Jolene为了慈善活动献身 5月份会推出公益单曲 新专辑今年恐怕还是没时间了 我感觉好像签唱会 红色裤装帅气中带点性感 Jolene为活动站台现身东区街头 大批歌迷栽爆现场 因为很久没有在街头上面办活动 因为林专辑也有一段距离 上张专辑发行至今已经两年多 不止Jolene觉得有段距离 歌迷也判了好久 前几天她在微博公开了一张 录音室里工作的侧拍照 歌迷都想知道是不是新专辑有了进度 我在录一个慈善的歌 然后新歌也即将要进录音室 录个一两首这样 一整张好像有点感 所以可能会先做好再看这样 因为还有MV排舞啊 所以我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唱片还没着落 但公益单曲渴望在五月推出 而且粉丝可能有机会看到Jolene 跨足大荧幕 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觉得我认情 过去曾为了歌曲和冯德伦 拍过微电影 也曾经演过偶像剧 但出道十多年的Jolene 却还没正式踏入影坛 艺人任前其有意找他拍片 Jolene说他愿意尝试 谢谢他这么看重我 那如果真的有合适我的角色的话 我可以试唱看 笑说自己戏林是零岁 蔡依林对角色没有特别设限 如果要拍感情戏 只要男主角是她喜欢的 目前单身的她都愿意接受 谢谢野雄谭若仪 S小组台北采访报道